凤九太顽皮 把姨母介绍的几位小郎君都给吓跑了 家人们都为凤九的姻缘发愁 凤九正和小精卫打闹 掌管人死后嫌疑送断的民主大人突然过来 告诉凤九 帝君的影子将要投胎到凡世间经历劫难 凤九向民主大人将助其与帝君的回忆 忧伤涌上心头 凤九还不能完全面对帝君 让民主大人拿走自己的一半影子 投身到帝君所在之处报恩 帝君醒来想到自己修为耗损太严重 决定将三百年后下凡历劫之事提前来恢复功力 此时人间南北各地灾情严重 王后正要生产 大臣们都觉得这是不祥之兆 产下王子后 王后便轰视了 王君忍痛为孩子起名宋玄仁 而宋玄仁正是帝君的转世 并且是太子之身 陈与援君去找凤九玩 告诉凤九敌君提前下凡历劫的事 凤九决定去找私命问清楚 聂初隐在凡间从说书人那里打听到了索魂玉的下落 并表示想要利用击痕拿到索魂玉 宋玄仁身为太子 被大皇子嫉妒 在参与皇家狩猎时 宋玄仁救了来自永宁侯府的叶清廷 叶清廷为了表示感谢 将金雕让给了宋玄仁 最终宋玄仁拔得头筹 却赢得大皇子妒忌 获得胜利的宋玄仁被派出征 王军让叶清廷扮宋玄仁出征 宋玄仁很满意 凤九偷看了帝君的韵部 得知帝君在凡间将要历劫 死命告诉凤九 在凡间使用法术就会受到反噬 这是凤九承受不了的 凤九害怕帮助帝君会让帝君历劫失败 纠结万分 得知帝君有难 凤九会做出什么样的举动呢 与之后事如何 请登陆腾讯视频 搜索三生三世诊上书 速看版